细嫩的豆腐,柔软的蛋糕,一滑的玻璃杯,过去很难抓起的物品,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主研发的一款柔性机器人手爪来说,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近日,记者来到中车大机器人实验室,探访这里的黑科技机器人装置。 走进实验室,记者看到室内摆满了各类机器手臂,它们模样不同,作用也大不相同。 其中,两款带有柔性机器手爪的装置引人注目,原因在于它们既可以抓蛋糕,豆腐,还能抓苹果,碗和胶带等不规则物品。 我们研发的这款手爪,它主要的功能和特点是能够抓取不同形状,不同大小,不同材质的物体,尤其是要能够抓不规则形状的物体, 包括在抓取过程中会变形的这样的物体。 据中科大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咬平介绍,这款自主柔性手爪以独创的融差性为指导, 在手爪硬件组成,工作原理和控制原理上进行了原始创新,形成了钢柔合一的新技术。 它是钢柔合一的,就是它的材料,它的结构,它的工作原理,控制方法,既有传统钢性机器人的原理,又有这个柔性机器人的原理。 所以它是两种原理整合起来。 目前,这款柔性机器人手爪在抓握性能、益控性能和成本三个指标上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, 不仅可抓握刚性、柔性、易碎和光滑物体,而且操作简便。 预期量产后,成本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。 实验室目前正与一家知名制造企业合作,结合实验室另外一款机器人可加的技术, 开发一款养老服务机器人,预计未来三年可率先在养老院等场所展开应用。 将来把它做成产品的话,批量生产的话,它的成本肯定是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。 那么这样就相对于现有的刚性手爪,它的成本会降到千分之一。 这是一个对于应用来说非常好的一个特点。